詞曲 李宗盛 真的是很孤單自己一個人去國外訓練或是幹嘛的時候我覺得就真的是很孤單 蠻多次都是摔出來如果立即性的傷害就是摔出來我可能有腳跟有裂就直接你看到這樣噴出來直接直接掉在外面 我受傷之後我還是一直很努力我相信老師這個過程就是我們真的蠻辛苦的 那我覺得走過來我會覺得就是覺得給自己滿分啦 就是做得好不好是一回事但我就是很盡力在每一個當下那 那就專注做好每一天啦能做我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類似晚上有時候回去睡前思考都是會打動到自己的啦 就像我說的我也不知道我這一條路會走的怎麼樣但是我不希望我十年之後 我覺得我沒有後面沒有在好好的在我的巔峰時期再拚這一段 我想我十年之後就算我存到很多錢我會後悔 希望可以拚國際賽獎牌嗎 因為我覺得這是目前還沒有人達成過的這個項目 其實我也不在乎人家記不記得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給我自己的一個目標 我覺得我要就要做好我不要做那種一半一半的 中午等一下要接著一點就要訓練吧所以比較感謝我們就是吃個 吃個吐司跟彩蛋這樣子 下雨了耶 就是看氣象就是天氣都還蠻好的 既然每次可以講就算了還下雨 大家晚安 晚安 真的非常感謝你們今天來 為了呢就是希望可以讓大家更近距離的知道我們台灣動員他們身處的一個環境 尤其是像佳安這樣也是非主流的運動項目裡面 來從事自己的運動 我相信這樣的勇氣是非常的可貴 你看巔峰時期的我們在學生時代 學生又最沒有錢 他們根本就不可能走進這個地方 然後附你大把鈔票來練這個運動 有一個默默的遺憾在那邊覺得說 明明還想幫運動員 可是我又幫不到任何運動員了 就在這個時候這個戰度外就出現了 可以感受得到台灣的環境 對運動員就是沒有很 就是沒有非常的友善 你要靠很多自己的努力 然後甚至運動是一件很花錢的事情 然後你也不見得會得到其他的成果 只是為了最後要站上獎台的那一刻的話 有很長的機會很長的機率是會失望 對啊所以本來就是後面的這些辛苦都沒有彈到 對我來說就是我進現有的資源 然後我覺得就是做到這兩個樣子 台灣其實很多優秀的人物只是大家不知道而已 那透過一些機會然後讓他們發揮 然後可以有更多的能見度 相信現在在座的各位的 二、四、六、八、九、九位的人 我們已經可以預期到明年在電視上看到 現在和2018年突破亞裕五公尺五零 在陰 Sean的小組合 有八、九、七、七、八、三、九位的人 是一個初期中的社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